中国网红校恩日前来台旅游 到了迪化街购买一包牛嘎糖 结果呢 称重结账 竟然要价1000块钱 他本人没嫌贵 不过倒是台湾的网友 看到价格很惊吓 认为这一包1000真的太贵了 认为是店家难道是在坑杀观光客吗 但是店家出面解释了 他们说里面的用料呢 使用的是水果干 是纯天然 不加香料 坚果含量也比较多 成本比较高 也会反映在售教上头 中国知名网红校恩 这回来台到迪化街走透透 首次尝到牛嘎糖的好滋味 决定买一包带走 这个给我们撑一点嘛 这个为主 各种口味都抓一点 再来称重买单 这里是多少 虽说校恩本人阿沙利掏钱购买 但台湾网友看到价格却大惊 买包牛嘎糖却得喷掉 一张千元大钞 认为台北专门坑杀观光客马 但也有人认为 牛嘎糖本来就不便宜 我觉得贵 我觉得不便宜 当然要看它的品质 而实际来到店铺呢 其实价格就已经明显的写在了上头 那想买到一千块的话 大约就是五百克这么多 跟其他知名的牛嘎糖业者比一比 唐村的法式牛嘎糖 平均每一百克一百一十二点五元 樱桃爷爷的精选牛嘎糖礼盒 单价更高一点 一百克一百五十三点七五元 大黑松小两孔的综合牛嘎糖 价格则是每一百克八十九元左右 而校外买的牛嘎糖 每一百克是两百元 相较之下价格确实比较高 都是用这个纯添来的原物料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香料 这样 我再搭配我们的这个坚果 还有我们台湾的新鲜果 去制作 大概成本上会贵个 二到三成左右差不多 到底这牛嘎糖价格算合力 还是偏贵各有看法 但在购买前先比比价才不会 花钱又吃亏 这次应该的地 台北报告 是这样吗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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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